1978年至2018年,中国改革开放走过40年光辉历层。 40年来,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解放思想,毕露蓝缕,制风沐雨,对内改革,对外开放,大力发展经济。 如今,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、外交等各领域,取得长足发展和巨大进步。 至此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,本网将用珍贵的图片,带您重温改革开放40年点滴,感受中国40年变迁。 今天,请随我们一同走进2015年。 2015年11月7日,两岸领导人习近平、马英九,在新加坡乡格里拉大酒店进行历史性会面,这是66年以来,两岸领导人的首次会面,堪称两岸关系发展史上的心理成悲。 2015年7月31日,吉隆坡,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,宣布北京、张家口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运会主办权。 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举办冬季奥运会,北京成为了奥运史上第一个既举办夏季奥运会,又举办冬季奥运会的城市。 2015年9月3日,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,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,在北京隆重举行,坐在浮雕厂棚车上的老兵方阵首先出场。 2015年10月5日,我国历学家图悠悠,获2015年诺贝尔生力学获医学奖。 图为2015年12月10日,图悠悠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,参加2015年诺贝尔奖颁奖仪式。 2015年12月17日8时12分,我国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,用长征二号定运载火箭,成功将名为悟空的暗物质力子探测卫星送入太空。 2015年6月1日,东方之星号旅游客船,在从南京诗望重庆途中沉没,客轮上共454人,其中12人获救,442人遇难,系特别重大灾难性事件。 2015年8月12日,天津港危险品仓库发生火灾爆炸,造成165人遇难,8人失踪,798人受伤,直接经济损失,68.66亿元。 图为天津滨海新区爆炸核心区域天津港事故现场。 2015年8月29日,2015年,国际田连世界田径锦标赛男子4X100米建立决赛,在北京国家体育场秒巢,举行,中国队以38秒01的成绩获得银牌。 2015年4月30日,在苏州举行的第5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蓝丹第三轮比赛中,中国选手马龙,对阵希腊选手乔尼斯。 2015年4月29日,重庆市于中区,漂涂门单着沉重的货物,穿行在朝天门码头。 2015年11月,零下20摄氏度,驻守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,某边防团红奇拉普边防联官兵,对中巴边境海拔5283米的穆兹吉里阿达板,进行全线水落。 红奇拉普被生物学家称为生命禁区,穆兹吉里阿达板道路艰险,乱石林立。 这一天格外冷,军犬兰德冻得发抖,战士田壮心腾狗,抱着它继续前行。 2015年7月18日,四川省阿坝州若尔盖草原。 该草原横跨四川、青海、甘肃三省,草场面积于5万平方公里,之前沙漠化严重。 近年来,国家实施天然林保护、湿地保护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需保护等工程,逐步遏制了沙漠化趋势。 2015年10月1日,新疆A5二自治区,迎来成立60周年大庆。 2015年11月,福建省龙海市退休老人在公园里的台阶上阅读报纸。 2015年9月9日,南疆地区的大型光伏电站。 在中国西部偏远地区,让老百姓用上电成为极重要的民生工程,既关系到当地百姓医疗、教育、生活水平等方面的提高,也是国家深入推进精准扑贫的先行保障。 2015年大世纪,4月26日至5月3日,2015年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苏州举行。 时隔十年,中国再次举办式拼赛。 苏州成为继北京、天津、上海和广州之后,我国第五座举办式拼赛的城市。 6月1日,东方之星号旅游客船,在从南京失望重庆途中突遇罕见强对流天气,于长江中由湖北建立水域沉没,442人遇难,这是一起特别重大的灾难性事件。 6月27日,国务院印发关于同意设立南京江北新区的批复,同意设立南京江北新区。 当年,国务院又先后设立福州新区、滇中新区、哈尔滨新区三个国家级新区。 至此,我国国家级新区增至16个。 7月1日,全国人大常委会,表决通过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。 以国家立法的形式,建立了我国的宪法宣誓制度。 7月31日,北京、张家口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运会主办权。 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举办冬季奥运会,北京成为奥运史上第一个既举办夏季奥运会,又举办冬季奥运会的城市。 8月12日,天津港危险品仓库发生火灾爆炸,事故造成165人遇难,8人失踪,798人受伤,304撞建筑物,12428辆商品汽车,7533个集装箱受损,事故已核定直接经济损失,68.66亿元。 9月3日,中国人民抗日战争,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,我国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纪念活动,并进行阅兵式。 习近平在大会讲话中宣布,中国将裁减军队员额30万。 9月20日,长征6号运载火箭一箭20星首飞成功,创造了我国航天一箭多星发射的新记录。这也是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的首次发射。 10月5日,我国药学家图优优,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获医学奖。图优优是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本土女性科学家。 11月7日,两岸领导人习近平、马英九在新加坡进行历史性会面。这是66年以来,两岸领导人的首次会面,堪称两岸关系发展史上的心理成悲。 12月17日,我国成功将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发射深空,它具有能量分辨率高,测量能量范围大和本体抑制能力强等优势,将中国的暗物质探测,提升至新的水平。 12月31日,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领导机构、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、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。 自此,人民解放军形成了陆、海、空、火箭、战略支援部队五大军种。 如今,许多国人有盲目的乐观,认定中国在收复台湾时,美国不会干预。 实际上恰恰相反,美国肯定会出手干预,在美国看来,台湾是其亚太在平衡战略棋盘中,唯独中国的一个重要棋子。 如果失去台湾,第一岛链将遭突破,而失去战略价值。 而且中国收复台湾后,在收编台湾海、空军部队的基础上,海空军实力将大大加强,再加上低力之变,收复钓鱼岛,将变得轻而易举。 美国在大陆攻台时,肯定会协防台湾。 那么,美国如何协防台湾? 我分析,美国协防台湾有两种方式,一是积极协防,二是消极协防。 而采取那一种形式,主要是根据中国的攻击速度,和台军抵抗的情况决定的。 一、积极协防。 实际上,中国一旦攻台,美国随时有可能介入进行干预。 美军希望在中国军队未占领台湾之前,利用其海空优势击退中国军队。 但美军一旦开战,战争规模就会扩大,中国将会对参战美军集所在基地进行打击,美军也将会对台海对面卧军基地进行打击。 如果美军在对抗中损失惨重,如航母被击沉、舰队、战机损失严重,人员大量伤亡,战争有可能进一步扩大,美军将报复性地,对我国沿海大城市如上海、广州、深圳等进行轰炸。 二、消极协防。 中国三代战机,已经在台海占据优势,东风21D、东风26反舰大刀导弹、反舰巡航导弹,使得美军航母威力大大降低,在3000公里内,都将面临受打击的危险。 中国庞大的潜品部队,在中国近海也有着明显的优势和极强的战斗力。 而且,在中国家门口作战,沿海机场,机壁众多,空军、海军战力将会成倍增长,而美军则靠日本和关岛的少数几个基地,和几艘航母支撑,战力将受到严重限制。 如果中国军队在短时期内迅速占领台湾并稳稳地站住了脚,美国有可能放弃积极协防,采取消极协防。 集派海空军力量,掩护台湾正要和台军残余撤退,然后对中国进行海上封锁,切断中国的海上运输线。 同时,美国及其盟友,将会宣布对中国进行制裁。 从整体实力上看,我军还弱于美军,美军的隐形战机、隐形轰炸机、核航母、核潜艇,给我们造成了很大压力。 针对这种情况,我们一是要开发针对性的克星武器。 现在航母克星我们有了,今后要尽快开发隐形飞机克星、核潜艇克星等等,把美军的优势化为劣势,为我军取胜创造条件。 二是进行战场建设。 要研究美军的作战特点,把美军可能使用的装备,及其可能出现的位置,我军攻台作战时的守在海域的各种参数摸清楚,便与我军装备的展开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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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